超私不是一人公司 结果现在被报告为预备 他是一人分尸三角 部长帮我们讲一下好不好 谢谢 陈俊继全程安静 不愿多坐停留 听到关键字超私 立刻避而不谈 但2023年的陈俊继 可是信誓旦旦 初来替超私背书 包含是陈吉仲 包含陈俊继 包含林冲贤 当初怎么为超私护航的 你们这些人怎么可能 事前对这些事情是不知情 超私弊案疑点重重 从公司成立到负责人 再到资本额 似乎没有一处合理 尤其徐晓星更发现 2022年8月 才取得进口鸡蛋 输入许可的量彩 早在同年4月就报关了 这是早就知道 能进口多少鸡蛋 还是背后有人在牵线 整个产业链就是无家 在跟政府做这个生意跟买卖 在做这个生意跟买卖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理解 为什么只透过电话 就可以下单 回顾2023年9月 徐晓星踢爆超私弹 恐怕会致癌 痛批政府谋财害命 让农业部大动作提告 但败诉后却没有再上诉 背后原因是什么 难道农业部有所顾忌 觉得他们不愿意打二审呢 其实就是希望 可以把这些讯息都隐藏起来 否则的话 这个案子会直接爆炸 一审的时候 我们有要求律师 要求农业部要提供很多资料 包含是检验资料 包含是贸易商进口的资料 那我们才知道说 到底你有没有谋财害命吗 结果呢农业部 他直接告诉我们的律师说 他们不愿意 因为他们认为跟本案无关 也或许对农业部来说 资本额50万的小蛋商 就是有能力进口 8000多万颗鸡蛋 果然超越思维的超私 真的不简单 东森新闻政治中心综合报道 热血炸裂 勇者无拒 中华队加油 我是兰兰 燃烧热血 梦成文十二强争霸 看东森 I will show you